闽南话实际上很好听的 闽南话很屌的啦 闽南话很屌的 东北话呢很好说 抱在我身上 怒怕不冷 什么都没讲 然后呢 山西话呢 哎呀 你这个人呢 就开始酸溜溜地画出来了 北京话呢就是爷们儿 开口爷们儿 然后的四川话呢 有点辣人 这个山东话呢 冲人 假话比较冲啊 那么听好了 接下来告诉大家了 婚前 结婚之前 女人的语言是闽南话 啊 假得很 男人的语言是东北方言 豪爽得很 啊 结婚一年 女人的语言变成了山西话 酸溜溜的感觉 男人的语言呢 变成了北京话 啊 越来越野儿们儿 在家里 老子我说了算 啊 啊 好了 好了 你走走走走 走开点 啊 我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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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结婚了 结婚三年 女人的语言呢 变成了四川话 辣人啊 啊 开始讽刺人 辣人家了 男人的语言呢 变成了山东话 啊 你算啥把子啊 啊 你可以混蛋啊 啊 冲人 就你这种人啊 什么都做不好 您能做什么东西啊 好了 那么 最重要的是 结婚七年之后 大家听好了啊 结婚七年之后 男人女人的语言 才方才一致 啊 两个人语言才一致了 啊 什么语言呢 牙语 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帮忙都会演话 有时候 实在不开心的时候 不是用牙语 用知己语言 啊 当然了 有的时候 为了活跃一点气氛 啊 在家庭里面挂挂彩啊 也难免的 啊 这就是人家说的 人为什么会慢慢的离开 不了解 就是心态的变化 没有珍惜 不忘初心 就是你要想到 你开始的时候 你那种感觉要找到了 哎呀 开始的时候 那种感觉啊 你永远记住 你就永远感恩啊 对不对啊 所以很多人学佛 开始看见师父的时候 哎呀 师父啊 为你搞搞笑啊 学到后来呢 那对不对啊 没有初始感觉 所以啊 不忘初心啊 方得是中啊 啊